從一句話說不出來 整天一個老頭的老頭 怎麼去跟訪問 怎麼去跟說話 還等我提侯 等我回來 他就是 結婚 娶婆 生兒子 我人生很重要的事 你都有參謀到 我想要跟你說的 就是說 阿姊你真的 祝你去拚 祝你去唱 這個家 我們會好好照顧 等你回來 雖然我們開開心心的 還是要分享一下心情 豪哥 你比較晚加入你先講 我想要就今天這個節目的機會 我有一點想要跟美人姐說 也要讓觀眾朋友知道 美人姐對自豪的人生來說 它是我改變我的死命 非常重要的一個貴人 我有一個無紅的歌手 譬如說現在人家 不可以叫出我的名字主持人 那是沒有人家 讓我這個機會站在身邊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其實一開始我是非常怕美人姐 我覺得她給我 我對她的尊敬 甚至是一種敬畏 我連在她面前 我連呼吸都不敢太用力 這有比較冷 這有比較冷 不過漸漸的 我們三個人 我們在自己的休息室裡面 我發現她就是一個這個 她有很多喜怒哀樂 她在我跟昌憲的面前 她不需要做任何的掩飾 是 像這個我們的生活當中 大大小小的事情 她都會主動跟我們關心 今年的這個生日禮物 美人姐會穿這條 內骨帶給昌憲 穿這條 配套給志豪 她說一句話 她說 我們先不要說白祝是什麼 也不要說多少錢 這次穿這兩條東西送你 我希望 跟你們兩個永遠參與 白祝會 哇 哇 真的 再次謝謝美人姐 謝謝美人姐 謝謝美人姐 感謝你 美人姐 我說兩句好不好 說實在 十三年前的我 我感覺我是一個公大 我什麼都沒辦法 我沒有棚內主持的經驗 美人姐沒有音樂這條的八字 我感覺我兩個就參加 什麼都沒辦法 做回來主持這個節目 跟我朋友去試試看 試試看有什麼可能 就這樣 我對一句話說不出來 美人姐 偷偷給我 怎麼去跟他訪問 怎麼去跟他講話 還等我提侯 等我回來 她就是 結婚 帶母 帶母 生兒子 對啊 我人生很重要的事情 你都有參謀到 真的 真的是看我大人這麼多 所以 阿爹美人姐這天 我希望 我想要跟你說 就是說 阿姊 你真的 做你去拼 做你去唱 這個家 我們會好好顧著 待你回來 好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 我的心永遠都在那裡 我的歲月一直慢慢走 我的感情有誰人會知道 我的靈魂欺負你的名 什麼感受我 也溫溫求來等 什麼感受我 也悄悄都走 我面向好兄弟大 近未來我的手下 我的心思講給你來聽 我相信 我相信 黑魂有一天的山 我相信 立頭就不會天氣看 我相信 我相信 凌晨慢慢走 跟最后會去住 過在你心不比的愛 我相信 黑魂有一天的山 我相信 我相信 你頭就不會天氣看 我相信 凌晨慢慢走 跟最后會去住 過在你心不比的愛 就習慣 就習慣 習慣 習慣 美人姐 不然我 我所有的人 都會在這裡